那接下來我要彈另外一首曲子 因為我剛剛說到互動嘛 那所以其實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也不斷地在跟各位同學提問問題 可是各位好像反應比較等待一點 不知道是因為是下午才剛吃飽 所以有點想睡覺 不過接下來我要彈這首曲子 是由一位台灣的作曲家叫做陳可佳 他所寫的 那這首曲子的名稱叫做一座孤島 那他其實是 寫作年代其實跟剛剛聽的這首《紐梨歌》差不多 那他就是因為他到美國去 那對家鄉有一些懷念 有一些重新的一些想像跟認識 所以他寫了這首曲子 再描述的是台灣當時發生的一件大事 那所以我先來演奏這首曲子 然後看各位能不能夠聽出來這個大事是什麼 這個是有講真大 所以等一下要是有答對話 我有帶獎品 剛剛忘了提到這首曲子 總共有三個段的樂章 這首曲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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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